把這檔案通過USB扣出去 這個時候Office跟的DLP才會觸及的行為 才會幫你加以做記錄、做主角、甚至做告警 類似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在整個圖表上來講 我們也做了一個改變 就是說我們也希望讓User能夠更自覺的 看到這些事件的低調的原因 所以我們在這個事件的Lukecounter上 我們做了這樣一個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今天在一周裡面 我可以把所有的管道都列出來 那這管道列出來的事件 都是已經記錄到違規的事件了 比如說我今天User有30個人 就30個人其中有幾個人 他透過了Webmail 比如說像Gmail這樣的部分 把客戶的個資 attach到外部的Gmail信上 那這時候被我證刷到之後 我就會顯示出來在這部分 那有人透過了網路方領 把資料傳出去 叫我會顯示出來在這部分 那當然這時候你想要看 到底這些Samba是什麼Detail呢 你只要點 只要點這個Bub 只要點這個Bub 基本上我就幫你把Detail帶出來 所以這個給IT來講 就是可以說更直覺更方便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用圖形化的介面 shill down你自己要看到的Rollog 進而 我今天發現到這個事件之後 我想把它承包給主管 承包給對應主管 我就把它expose成CSE的方式 去輸出給其他的主管單位 來做一個管制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KLINE端 直接告進User 直接告進User 那事實上 這個方式我個人建議是還不錯用 因為我在幾個客戶導入的時候 我發現到一個部分就是說 有時候各自的這種違規 不見得是一種純性的事件 比較像是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些單位 它有很多各自 那這個User也不知道說 這個東西可能會讓我觸保 可能會讓公司觸保 所以它就很輕易的把它被碰到 它自己的水清碟 很輕易的把它被碰到 所謂的外國的信上 甚至很輕易的把它寄給其他的客戶 那這個時候 DLP的部分就可以幫你做 內容的檢測 檢測完之後 我發現到有問題了 我就直接告進User 我就直接告進User 那User就會覺得說 原來現在公司 有時候在做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樣的一個防護 那甚至說 他也會因為這樣子而心存警覺 進而 他就不再去做這樣的一個行為 不再去做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事實上我覺得 在法的層面上來看 我們要談的都是技術 都是技術 在法的層面上來看的話 我們未來要舉證 所謂的良善責任的話 事實上我們應該是 舉證在每一個環節 比如說 我的內容過濾 我做了什麼 每一個User做了什麼行為 我會觸犯到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甚至說 我們做了一些所謂的 NUser的圈禮 你要把這些種種的行為 都把它舉證出來 這樣你會更有機會 去舉證 你的所謂的良善責任 而且這樣那個 捨不選 最好是不要造成 企業太多的負擔 跟它的一個所謂的消耗 支援的消耗 好 所以DLP來講的話 我大概整個說明一下 整個DLP Office Skinner是電流DLP 它就是整合了 四個大的內容概念 第一個 DLP的內容技術 包含了關鍵制 結構式 跟答案的格式的辨識 第二個 我整合了設備管控的概念 好 每一個User裡面 它的這個電腦上 什麼樣的東西不能用 GDDBD消路器 不想讓它使用 USB storage 不想讓它使用 可以透過 設備管控的方式 來去做管控 再來我可以 管控性為管控 比如說 有一些網站 在這部分來講 我透過Office Game的設定 不想讓它去遊覽這條網站 這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方式 當然還有Office Game裡面 最基本的方式 防毒防漢的功能 那這四個大的功能 是整合在單一agent裡面 也就是說你不用擔心說 我要多個agent 不用 一個agent就可以做到 這四個大的功能 服務 而且它是 單一的管理介面 跟正題中文 那USB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比較習慣 看到一些 我們講的 這個正題中文的一個介面 對方講會比較 上手上來說 是比較簡單跟方便的 那管道的部分 我跟大家通常告訴我一下 就是說 大家會提到說 那我的EOP 到底可以做到哪些管道管制 如果我以這個 實體層來說 實體層來說 USB在做 這個管道燒路的時候 比如說它燒一些資料 到CDTPD去 那這些資料裡面 含有個資的時候 我可以去加以辨識 跟主角 那如果說它使用一些 PGP的加密程式 把這個檔案去做加密的時候 我可以在它加密之前 先看這個內容沒有問題 這是PGP的部分 但是有些user 當然系列不太應該出生P2P啦 有些user在使用P2P的話來講 我們也去練習說 你透過BT Email Winning 這些P2P的應用程式 在做檔案的傳輸的時候 這個內容有沒有違規 沒有違規 我也可以知道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部分來講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屍體列印 假設我今天要列印的一些客戶資料 這些部分來講 我們也可以去記錄說 你這個東西本身 你列印的檔案內容 有沒有各自的成分存在 再來 我們大家最害怕的 USB Storage 不管你是大母哥 隨身硬碟 這些部分來講 我們都可以去支援 過濾它的內容 再來 有一些比較新的管道 有比較新的管道 包含說我們講的 Smartphone的Active 像iOS 像Android 這部分 甚至我們講的 一般傳統的Windows Mobile 這些Active的一些應用程式 你可以透過連接線 可以透過這些同步程式 把檔案資料Sync到你的Mobile上面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內容過濾 再來包含剪貼的部分 有一個大量的複製 這動作我們也可以抓 這是發生在電腦上的IOS行為 在網路上來講 包含我們講的E-mail 內文也好 附件也好 內文有帶有各自的成分 FTP HTP 甚至HTPS 這部分 透過網路的傳輸 這部分我們都可以去做到過濾 再來包含我們企業 很常用的一些IN的服務 MSN Skype 甚至YahooMessage 這部分我們也可以去做到 內容的過濾 跟檔案的傳輸的過濾 舉個例子來講 有人在公司內部 透過MSN跟他對話 這對話裡面 他貼了一些客戶的資料 傳送給別人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抓 再來 他把這些資料 傳承檔案 用MSN傳檔給別人 這個我們也可以抓 再來包含是Samba 就是一般的網路邦靈 還有網路郵件 Webmail Gmail 這部分我們都可以做支援 我們都可以做支援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內容忽略管道 它的概念來講 就是針對每一台電腦裡面 所有可能傳輸的管道 進而加進去做內容的過濾 那盡可能是 抓到違規的使用者 而且不妨礙其他使用者 這是我們目前來講 整個食物訊 它的比較大的一個中心概念 大家提到說 如果說我今天在A卷上面 我不像在裝 有些時候他們會想說 我從網路程上可不可以先做 我們在經驗的做法 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透過一些趨勢 既有的Solution 既有的Solution 加強我們的DLP 加強我們的DLP 如果在做之前有用過趨勢的 一些Anti-Spend的Solution 像我們講的 IMSBA這個產品 那IMSBA這個產品之前 它實際上在做什麼 它實際上在說 我的email裡面 有沒有含有病毒 我的email裡面 有沒有spam 甚至說 我的這個機器人來源 這些IP 它是不是一個spammer 所使用的IP 我可以去幫你們做到 email的這些部分的服務 那在今年來說 我們在IMSBA 新的版本裡面 我們也支援了DLP 支援DLP 變成說 假設我今天 我的風險 我發現了 我們企業的風險 唯一的風險就是在於 email的管道上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直接使用IMSBA IMSBA這個產品 來做我們剛剛提到的內容的部分 都可以支援它 這樣可以辨識 那如果說 這個 因為IMSBA是個硬體 它是個硬體 如果說 我們沒有硬體 我們只有軟體呢 事實上在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 這個Council的畫面 直接列選 一樣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設定每一個條件的水位 比如說我們看到 信用卡卡好一筆 然後加上 身份量的號碼一筆 這樣我們要抓 或是單獨的身份量號碼兩筆 我要抓 這個部分來講 都可以透過user自己制定 那如果說 各位覺得 欸 我不想拖出一個gateway 那我們之前在這個 我們公司的 Extranger server上 有用趨勢的 Anti-Speed Solution 今年 Trainmicro Scanmail for Microsoft Extranger 10.2的版本 也增加了DLP 增加了DLP 增加了DLP 那這個是軟體式的 你在你的Extranger server上 去裝 我們的 Smith 10.2的這個版本 我們基本上來講 也支援了DLP的功能 所以 每個user 在寄信傳信的內容中 我們都會檢查 裡面有沒有含有格子 有沒有含有格子 好 那如果 剛剛提到的Email管道 都OK了 那再來我們談 Gateway Gateway的管道 好 在我們今年 2012年的Q3 我們預計要推出的產品 是IDAWSBA 那這個也是 我們之前 既有的一些產品 好 IDAWSBA之前是在做什麼 在做 像是我們講 欸 透過網路 傳輸的檔案 再來 我們公司的這些 我們公司的員工 在上網的時候 上班的時間 我不想讓他去Facebook 我可以做EWA 來找Filter 那再來 我也可以去做一些 程式應用的控管 比如說 我不想讓 end user 使用MSN 不想讓 end user 使用MSN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 IWSBA 在做的方式 那在我們今年 第三季 我們會推出一個 複點流的版本 它也會整合了DLP 也會整合DLP 所以未來 user如果透過 HTEP 透過 HTEPS 透過FTP 在做這種 傳達動作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通過 IWSBA 直接幫你做到 內容的辨識 跟對應的動作 的記錄 主角 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幫你做得到 好 事實上來說 我們剛剛提到這麼多 其他概念 事實上是 如果說企業 目前拿來講 你的想法是說 我希望控管DLP 我希望做各自防護 但是我目前拿來講 我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我會建議是 我們可能先在防毒欄裡面 去整合DLP 做這樣一個方式 先讓你做到 我可以做到 那種辨識的概念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這個 agent上面 你今天有些困難 比如說我今天 剛剛那段 防毒的部署率 不是那麼好的話 那我再考慮說 INSBA IWSBA 這種各位性的 solution 另外一個新的環節 可能最近大家也會很care的 就是我們講的 Mobile Device Mobile Device 如果說各位企業 慢慢的在導入了 像是這個iPad 像是Android 這些平板電腦 導入這些產品 來進入公司的環節 做一個公司的一些服務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趨勢的部分 我們也提供了一個MDM